普京走出一步狠奇,用核武器武装白俄,这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大家好,我是萱姨黄 普京亲自找上卢卡申科,提出要用核武器武装白俄,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称,普京于近日公然对外表示 称俄罗斯可以对白俄军队飞行员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驾驶,经过改装可挂载核武器的战机 不得不说,普京这番表态,一度被外界认为这是俄罗斯要用核武器武装白俄的一个信号 但俄罗斯国内的专家却认为,此举不过是效仿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核武方面的做法 是对美国及其北约国家的一种回应 简单来说,俄罗斯这是以欺人之道换欺人之神 通过利用核武器武装白俄罗斯,试图将白俄打造成俄罗斯威慑整个欧洲的前沿阵地 不过在我看来,当俄武冲突发展到这一步 也就是当普京考虑用核武器武装白俄罗斯 这实际上向外界传递出两大信号 其一,那就是俄乌局势正逐步变得越来越危险 不管是俄军与近期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装填入井 还是把萨尔玛特这款大杀器正式进入战斗直白 以及普京声称,俄罗斯会对白俄罗斯的军队飞行员进行核弹药战机培训 这都说明核战的风险在不断的提升 其二,普京想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美国及其北约国家 也说明俄罗斯眼下面对的压力很大 于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美国及其北约发出警告 虽然看上去普京走出了一步狠奇 毕竟对白俄罗斯进行核武装 确实能够让美国及其北约入林大敌 也会让他们感同身受俄罗斯所遭受的困境 但以我所见,唐罗真要用核武器武装白俄罗斯 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众所周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白俄罗斯虽然给俄军提供了许多的帮助 但始终没有直接出兵 而且作为一名成熟且很有经验的政治家 卢卡申科一直对亲自下场仪式非常的谨慎 正如他本人多次表明 白俄罗斯不会直接介入俄乌冲突 这其实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但是现在面对俄罗斯要用核武器武装白俄 而且面对普京亲自找上没来 卢卡申科又会做何选择呢 很显然普京所采取的一些动作 就是迫切希望他做出选择 因此普京才会选择亲自出访白俄罗斯 并在短时间内全面加强俄北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 那就是俄罗斯打算用核武器武装白俄 其实是卢卡申科所要求的 因为白俄罗斯是一个无核国家 而卢卡申科一度非常想拥有核武器 所以现在普京愿意为白俄的飞行员进行空投核弹的培训 明显就意味着俄罗斯或为白俄提供核弹 并在某些情况下允许白俄自行使用这些核弹 这么看来俄罗斯不是要在白俄部署核武器 为白俄罗斯提供核保护 而是直接送了几颗核弹给卢卡申科 或让白俄罗斯直接成为了永和国家 当然俄罗斯这一举动在国际舆论看来肯定有核扩散的风险 但是普京宁肯冒着核扩散的风险 还打算这么做 说明他迫切希望看到卢卡申科做出表态 当然这也是普京总统的一种无奈之举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